小朋友们 现在我该怎么办啊 要不要出手打他 可是万一我一发子弹秒不掉 那我岂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怎么办 后纠结啊 哎呀不管了 啥了再说 真的吗 还有点赞的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 你们就忍心看我被虐的样子吗 哎 不对啊 我好像听到了脚步声 我去 我这挑战才刚开始杀手就来了呀 为了保住小命 我还是先略为敬吧 小白马 看到我身上背的AWM了吗 先说好呀 我可不是要作弊 我刚刚顺路捡了个空头 本想只要个三级头三级甲的 谁知道空头里是AWM 所以我得捡起来啊 待会儿再找个地方藏起来 毕竟让敌人捡到了 那我不就危险了吗 嘘 我好想听到脚步声啦 看这样子应该是个人机 为了一个人机浪费一颗子弹 感觉不值啊 可是不打他 我就会掉血啊 算了 先杀了再说吧 毕竟杀完了我还有三发子弹呢 狗晶决赛圈应该也够用了 我还是先好好想想这AWM藏哪儿好吧 哎 刚刚好像哪里不对呀 嗯 我去 我为什么要手残换子弹啊 完了 我把唯一一次换蛋机会给用了 等于说我现在就只剩两发子弹能用了 哇 心态崩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刚刚我是手残浪费了一颗子弹 但是我还是迅速调整好了心态 并且把AWM也藏好了 俗话说得好 有师必有的 我相信光子一定会心疼我 给我刷个甜命圈的 我去 什么鬼啊 这圈怎么还刷到军事基地去了呀 哇 这可怎么办呀 哎 不管了 只能开车应中了 小伙伴们 我居然顺利的混进军事基地了 你敢信 可是这房子感觉不行啊 太危险了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上面好像是可以上去的 nice 这回应该是安全了 噓 我听到脚步声了 好像已经在我这个房子里了 小伙伴们 现在我该怎么办呀 要不要出手打他 可是万一我一发子弹秒不掉 那我岂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怎么办 后纠结啊 哎呀 不管了 杀了再说 哦 还好一枪秒了 现在还剩一把子弹能用了 这局还有机会 场上还是四个敌人了 就是这圈不太友好 刷到飞机残骸了 但是不离穿不远 前面还有掩体 应该有操作空间 哎 哪里打我 我去 怎么碰空了 哇 今天这挑战 是真的太难了呀 我刚刚看了评论区才知道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 很多小伙伴都说难啊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 我们商量一下啊 下期咱们换个稍微简单点的挑战 哪怕带点小惩罚 都没有关系啊 好了 去评论区留言吧 不过选点赞最高的那条 来挑战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